這兩天發生兩起疑似在防疫旅館內感染事件 讓指揮中心緊急要求春節檢疫專案的旅客 都必須要提高篩檢次數到六次 但是國內有醫師認為 光是增加篩檢次數是不夠的 而是要提升自主健康管理的強度 好 尤其是最後一次篩檢不應該用快篩 而是要使用PCR採檢 另外也有醫師建議 在這一次有很多個案 都疑似是在旅館裡頭被感染 導致減伏期往後拉 那麼就可能在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間發病 因此應該要加強的是 最前端防疫旅館的感控措施 像是房間外走道的攝影機畫面 應該在旅客解除隔離之後 至少還要保留一個月 北市和桃園防疫旅館 接連爆出疑似群聚感染事件 為了避免類似情況再發生 指揮中心緊急要求春節入境檢疫專案的旅客 都要提高篩檢次數 至少六次PCR和公費快篩 但國內有醫師認為 光是增加篩檢次數還不夠 應該要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的控管 最後七天 譬如說有辦法 有一些篩檢站讓他們去做 那增加檢驗次數呢 我想會比你用 採取哪一個形式會更重要 醫師認為一般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雖然已經禁止聚會等活動 但還是有人與人接觸的風險 應該把自主健康管理的強度 從一般版提升到加強版 限制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避免到人潮擁擠場所之外 最後一次裁檢不應該用快篩 而是要用PCR裁檢 中國副醫副院長黃高斌 更建議中央應該把重點 放在防疫旅館的感控上 一般監控來講 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他至少要保留一個月 因為他要發病 要一段時間的話 他都是有個潛伏期嘛 所以那個應該至少要保留一個月 隨時可以回去掉 那最有可能就是什麼 就是兩個人之間的 接觸的這種飛沫感染 黃高斌表示 過去大家會認為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的病毒量 甚至是傳播力已經大減 但這次有許多個案 疑似是在旅館內感染 導致潛伏期往後拉 可能就會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發病 因此現階段最重要的是 最前端防疫旅館的感控措施 必須守住第一線 才能阻止疫情擴散 記者綜合報導